今天要講的題目叫做腎石 當一個人有腎石 醫生通常說不如我用超聲波 給你打碎粒石 打碎到碎片時 可能在小便便可以排出來 不過你們有沒有想過 那粒石本來是很小粒 慢慢長大了 當它很小粒的時候 很早便排出來 為何還會長大呢 小便便會衝出來 原來就是這樣 這個腎石主要是蛋白質 什麼叫做蛋白質呢 蛋白質就是一連串的叫做安基酸 一條蛋白質你當它是一條豬鏈 有20種顏色的豬豬 譬如說胰島素這個蛋白質 可以是走熊橙黃綠、紅橙黃綠、紅橙黃綠 連續十次 牛腩的蛋白質呢 可以是 ՙ龍,黃黃綠、綠紫綠紫綠紫綠 橙藍藍藍 即是不同排列組合 可以有20個材質到200個的來源 當身體食了牛腩,有一個酵素 將一粒粒的豬豬安基酸拆開 如果人們想要偏一條新的蛋白質 就像穿豬製一樣,紅橙黃綠 穿你身就是一個蛋白質 一個人的細胞有二萬個蛋白質 這些胺基酸的豬豬有二十種 例如C胺酸有個名字 蒲胺酸、兩胺酸、祖胺酸、蒸胺酸、六胺酸有二十種 這個就像我們的乘數表一樣 在學算術之前就要背屬這些胺基酸 這是基本上的功夫 你一定要懂得打筋斗才可以做雜技 這就是基本功夫 其中一種胺基酸叫半光胺酸 原來這個半光胺酸是有個勾的 這個勾就叫做South Hydro 譬如說現在在腎細胞表面 就有一個胺基酸有一個這樣的胺基酸 在養油離機的作用之下 這兩個勾會勾在一起 就像赤壁之戰曹操的連環船 每一條船都用鎖鏈鎖住它 鎖住它就叫做大South Hydro 現在有一個蛋白質就勾住在腎細胞表面 它慢慢就開始 越勾越多就勾出腎石出來 如果我們有個方法可以拆掉這個件 就把連環船就拆開了 然後就溶解了腎石 可以溶解的 那用什麼去拆開它呢 有一個健康食品 抗氧化的 本來就是製造蛋白質的16 叫做月希半光胺酸 宿舍叫做NAC 那死了NAC 大約兩個月就沒有腎石了 因為它將一塊的蛋白質 把它弄鬆掉了 有這麼冷淡 另一種石就叫做膽石 腎石就是一大堆的蛋白質 一塊的蛋白質 膽石就是一塊的膽固醇 譬如說現在你吃了肥膩食物 這個小腸就要那個膽 就分泌一些叫做膽酸 這些膽酸就幫助分解脂肪 分解好了 那個膽酸就給小腸回收 送回到膽囊裡 下一次再要消化脂肪 又將同一個膽酸又將它分泌出來 這個是一個循環的一個工具 就是用來幫助小腸分解脂肪 但是如果我們可以在小腸的時候 將分泌出來的膽酸 將它排出體外 這樣分泌就無法回收 下一次再要消化脂肪的時候 就算是慘了 沒有了膽酸 怎樣消化呢 那時候膽就要重新做一些新的膽酸出來 用什麼原料去做呢 就挖那個膽石裏面的膽固醇出來做 這樣如果做出來的新的膽酸 又被小腸排出體外 下一次再要消化脂肪 又沒有了膽酸 於是膽又將膽石裏面的膽固醇 就挖出來 又做一些膽酸 如果我們可以不停地把膽酸排出體外 膽就要不停地做一些新的膽酸 膽整個會縮小了 那有什麼可以排出來呢 就是蘋果果膠 所以你譬如吃飯之前 你譬如我餐飯 怎樣也有些油 怎樣也有些炒菜也有些油 那你吃蘋果果膠 那小腸要消化煮菜的油 如果吃燒腩製更加多油 那時候蘋果果膠 就將幫助消化的膽酸排出體外 膽就空了 沒有膽酸 那下一次又吃一碟燒我飯 那燒我又多油 那些油又要小腸又要膽固 分泌一些膽酸 但這次沒有 沒有得分泌 根本空了 那膽就要重新做一些膽酸 那所以吃了蘋果果膠 就大約二十二個月的時候 就將膽酸清掉了 即是刮黑刮黑刮黑 就沒有了膽酸 那所以 都是有方法處理的 就是用抗氧化的方法 就清除腎石 用蘋果果膠 就清除膽石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